大家好,我是Stan 在引起密洋症以后 被迫离婚的当事人上传了道歉影片 这是在事发20年后 首次有人露面公开道歉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在大约3分钟的影片中 这个人说道 我想了很久该从哪句话开始说起 这部影片是为了向20年前 事件的受害者道歉而拍的 穿着黑色T恤 未踢胡子露面的李某接着表示 从2004年到现在 受害者一直在无法想象的痛苦中生活 我感到非常抱歉 真的很抱歉 拍这段影片之前 我感到非常害怕和恐惧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越来越想隐瞒这件事 也越来越想逃避 真的由衷的再次向您道歉 在这20年后的现在才道歉 我感到非常抱歉 对于受害者来说 这是应该被忘记的痛苦伤痕 但我将一辈子不忘 反省并不断道歉的活下去 对不起 他最后表示 如果未来有一天 受害者愿意原谅我 那时候我会进行赔偿 据了解 现在受害者们都拒绝接受赔偿 然后在他公开道歉后 另一个他也公开道歉了 虽然在20年后 首次有露面道歉的人了 但是韩网的反应还是一样 人们要的不仅仅是口头道歉 而是希望你为自己的罪行 付出相应的代价 公开道歉并不能抹去罪行 希望你能一辈子翻行 这个人也是在居家工作地点被解发 企而信息被曝光后 才拍影片道歉的 事件爆发后消失了一个多月 直到所有事情都解漏了才出来 如果不是YouTuber们公开了信息 并引起舆论关注的话 这些人现在应该还会在 毫无反省的情况下 过着好日子 如果你是人的话 该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前 反省并道歉的 青少年们应该会看到这些 一时错误的选择 会如何影响你们的未来 你们青少年做出的不明智的行为 在不久的将来 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后悔 但是也看到了这样的留言 反应这样 所以大家才不公开道歉 道歉反而会被更多人骂 还说不能原谅 原谅与佛汉接受道歉 是由受害者来判断的 为什么你们来判断呢 从平时的舆论来看 好像保持沉默和不道歉 反而会少被骂 反正骂类的你们也会安静下来 所以对于他们的公开道歉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记得真是否判断的 还是否判断的 还有人生在一起 有什么好いそう 我们本地儿在里面